老人把女奴吊在半空中 随手拿起一把剪刀 顺势从中间剪开了女人的裤子 女人吓得不敢出声 随后老头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牛奶加热 并用吸管抽了满满一只 牛奶中还夹杂着几根发丝 他手握吸管朝着女人缓缓走来 女人意识到他要干嘛 开始批命嘶吼 老头却说 放心一年后我会还你自由的 女人叫小美 是个职业小偷 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好友 光临富豪家 但每次都只是搞到一些小玩意儿 这些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 于是几人准备干一票大的 他们盯上了一位独居老人 因为老头唯一的亲人 在几天前的一场车祸中被撞死了 赔偿金额获得了30亿 如果干成这一票 他们就可以金盆洗手 经过现场考察 他们发现老头居然是一个盲人 这简直如同戴罪的羔羊 晚上三人来到老头的别墅 他们手法很专业 先是用带药的火腿肠 让开门的大狼狗鸣晕 小美则通过一个窗户爬到屋内 然后迅速将警报器关闭 从屋内打开门 将小黑和杰克放进来 为了尽可能的安静 三人进屋前将自己的鞋通通脱掉 开始行动 三人分工明确 杰克和小美在楼下寻找巨款 小黑则是悄悄潜入到老头的房间 准备好迷药 用笔将瓶子戳破 正准备动手时 抬头看到 老头居然坐了起来 小黑瞬间屏住了呼吸 好在老头眼睛看不到 只是关闭电视又倒头睡去 小黑窃喜 接着将手中的呼平稳放下 大量迷烟迅速涌出 他转身关门离去 下楼后更是胆大的将屋内所有的灯打开 杰克和小美在房间内翻了半天 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看到 不过在最后 他们发现了一个被死死锁住的房间 三人怀疑钱肯定在里面 但小黑撬了半天都没有撬开 心急如焚的小黑准备来硬的 看看这帮小偷有多猖狂 防盗门撬不开 直接来硬的 只见小黑掏出手枪 对准门哭斥一枪 门锁应声而落 正当他们打开门准备进去时 小黑很是惊讶 迷烟居然对下眼老头不起作用 便示意小美往后靠 他则是举起枪警告老头别动 谁指老头一个闪现夺下手枪 另一只手紧紧锁住他的喉咙 小黑知道情况不对 试图求饶 老头却没有一丝怜悯 只见他抠动半斤 一声闷响 小黑应声倒地 目睹了这一切的小美 吓傻了 他蜷缩在一旁 捂住口鼻不敢发出一点动静 老头则是先将大门反锁 接着用木板将窗户死死封住 做完这一切 老头打开木板夹层 原来保险箱藏在这里 查理下存款 确认没有问题锁上离开 而这个过程被小美禁收眼底 老头走后 小美打开保险柜 将所有的钞票都装进包里 前到手后两人准备离开 但眼下他们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地下室的那扇门 可以直接通往外边 两人决定冒险一事 老头却突然从里面走出 吓得他们急忙后退 好在小黑的手机救了两人一命 他们顺利来到地下室 两人再一次被震撼到 这里居然有一个被铁链捆绑住的女奴 只见女奴双膝跪地 苦苦哀求 原来她就是撞死老人女儿的富家女 老头不满足赔偿 于是将她绑架关押再次 小美决定带着她一起离开 可出口刚打开 楼头已经再次等候多时了 两名入室盗窃的小偷 居然在地下室救出了一名被困女奴 他们打开门准备逃离 不料远下老者早就再次等候多时 忽视一枪达得了杰克的耳朵 接着又是一枪 小美两人急忙躲到暗处 当老头走下楼 摸着死者是自己的女奴 她抱起嚎啕大哭 老人发誓要将剩下的两人大卸八块 愤怒过后 她将最后一把锁弄坏 关掉电闸 准备雾中捉鳖 好在小美和杰克已经爬到楼上 两人准备分头逃跑 小美爬进通风管道 杰克藏在门后 准备偷袭老头 却被老头反手一顿抗揍 最后拎起大剪刀了结了她 而通风管道里的小美 也踹开了铁网 眼看就要重获自由 却突然被一双手拽了下去 老头并没有怜香惜玉 两圈将她轰晕过去 当小美醒来 发现自己被死死绑住 老头跪在女奴面前 对小美说 附加你撞死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最公平的做法 就是再帮我生一个 眼下她已经死了 所以这个任务就由你来完成 随后她将小美吊起 用剪刀将裤子剪开一道缝起 然后从冰箱里 拿出一盒乳白色液体 用吸管注射了满满一支 朝她走去 小美撕心裂肺的呼喊着 老人抱紧她的腿说道 一年后我会还你自由的 突然老头被人在背后敲了一锤 是杰克 原来之前老头刺杀的人并不是她 而是一旁死掉的小黑 过旧的小美 现实狠狠踹了老头一顿 捡起试管 让老头大吃米鸡 最后将她绑了起来 杰克拿着钥匙 试了好几番 杰成功将大门打开 而这时老头却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一枪打死了杰克 而小美趁机逃了出去 老头将看门大狼狗放了出去 最后一秒 小美成功逃上车 但是装有现金的背包 掉在了地上 小美不甘心 她决定再冒一次险 先是放到后排座椅 打开拴有绳子的后备箱 骗狗进来 杰用力一拽 将后备箱关闭 自己转身下车 成功拿到钱 小美又被老人抓了回去 就在小美绝望之时 突然看到地上的警报器 她没有犹豫 直接按响警报 没想到警报声 直接影响了老头的听力 小美趁机用铁棍一顿猛敲 终于将老头打倒在地 她则带着钱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没多久 警方也赶到了现场 故事的最后 小美通过新闻得知 老头并没有死 也没有将他供出来 想到这 小美一阵后怕 我猜老头肯定会 想方设法将小美给抓回去 最后我想说 有罪的人不一定会得到救赎 行善的人不一定会有好运降临 但万恶皆有缘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 我是小葛 咱们下期见